哈啰大家今天呢我们来讲iOS 8.5的正式版 那这次呢跟AI没有什么关系哦 都是跟一些现有的功能啊 然后错误修复 还有系统稳定性的部分进行一些更新 那都是一些日常会用到的调整啦 因为他们的心理呢 应该都已经花在下个月即将登场的iOS 9上面了 所以现在呢iOS 8版本应该已经是具于一个完全体 就是之后呢应该都不太会有什么新功能了 好那今天要介绍的正式版呢 跟之前的测试版差不多 就是多了几个功能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这一版更新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吧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讲 这一次有加入一个新的桌布 就是Pride Harmony 这个2025同志焦奥月的主题桌布 那它现在呢其实也有上架了一个Apple Watch Pride 然后一样的这种图案的运动表带 然后也是一样有这样的桌面 所以你就可以配一套这样子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桌布 好那这个桌布呢你会发现它在 例如说解锁啊 或者是打开萤幕什么之类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动画 那就会比较细致一点 再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例如说喔你有看到吗 刚刚它有一个小动画 再来一次 就它原本可能有一些细条纹啊什么的 然后就会这样做出 一个小动画的感觉 所以就还蛮精细的 所以如果你蛮喜欢这样子彩色 然后很缤纷的感觉的话 也可以用这次这一个桌布 你还可以搭配你的Apple Watch 可能换一下表面啊什么的配一套喔 好然后再来下一个我们要来讲到的是 家长控制功能升级 就是什么呢就是 现在家长呢其实可以用自己的iPhone 帮你的小孩iPhone直接限制使用时间 就是例如说他不能玩游戏玩太久啊 一天可能只能玩半个小时之类的 你可以直接从你的手机上面设定 那现在小孩呢都非常的聪明啦 他们立刻就可以猜到你的密码 然后直接进到他的手机里面 去改他的那个限制使用时间 那现在呢这个iOS 8.5 他就是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呢 接下来只要你的小孩想要去碰那个 荧幕使用时间的限制设定的时候 他就会立刻传一个通知到你的手机上面 也就是说 小孩想要闯破那个限制的话 你这边就会收到通知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去改密码啊 或者是把他的手机拿过来 然后做一些改变这样 那如果你不太知道要怎么设定 你小孩的iPhone的话 他就是在你的那个iCloud里面 就是你投贴点进去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家人共享 他这边可以新增儿童账号 就是右上手点进去之后 这边有一个儿童账号 那你建立之后呢 可能就是要帮你的小孩的手机 去做一些设定 比如说账号登录之类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从你的手机 开始帮他们设定一些限制啰 比如说不能安装一些App啊 不能用一些App 然后限制使用时间等等的 好那再来下一个新功能呢 就是在mail里面 就是信件里面呢 他现在改了这个界面 就是之前iOS 8.5就已经改过了 你会发现他现在上面多了很多的分类 那如果你发现你手机还没有出现这个的话 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功能好像也要用到AI 所以因为现在AI还没有繁体中文版本嘛 所以你可能点进去就还看不到 那我现在是切到英文版 才会出现这个新的界面 里面就是有分类啊跟大头贴 那你可以把它相当成 其实他就是Gmail的一个界面设计啦 就是长得很像 那如果你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界面 你比较喜欢原本的样子很简洁的感觉的话 他现在其实在右上角可以直接让你选择 你可以直接隐藏他的大头贴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切换成 原本这种列表的感觉 就是最简洁 然后你就是自己去过滤说 哪些信件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那我个人呢 其实是比较喜欢原本简洁的感觉 第一是我会担心说他分类会不会分错 第二就是我信件好像也没有多到说 就是没办法一秒辨识哪一封信件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就是小小的细节 就现在可以在右上角里面去更改这个东西 那原本呢就是在这一版之前 他是一定要进到设定里面去更改的 那之后等到AI开放我们的繁体中文 不知道是哪一天啦 你就知道说你email可以来这里切换 再下一个呢就是之前我们在测试版也有讲到的 你现在那个保固可以直接进到他这边里面去看 那原本就可以看只是他的那个分类啊 现在变得更一目了然的 那原本就有这个界面 只是说这一次AIOS 8.5呢 他把它用得更一目了然 就是说你现在这台装置 它的保固到底是到什么时候 你马上就可以看到 因为以前的版本啊 他好像你没办法一秒辨识说 你今天保固的状态到底是怎样 你就是可能还要点进去查啊什么的 那现在你就马上就知道说 你要看这台手机的保固你就是直接点进去 然后他里面可能会跟你写说剩下多久啊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点进去 然后进行一些加保的动作 那加保或者是你需要维修的话 你就是直接点进这个维修的APP 它就是要你下载一款APP 大家可以善用这个APP好不好 因为有时候你在下面留言 我可能没有看到 或者是我觉得你 你根本就是直接去问苹果会比较快 那建议大家就是可以直接 去下载这个维修 然后支援服务的APP 因为它里面就是会直接告诉你说 你应该要怎么做 你可以回报你的问题 他们也会很快处理你的问题 或者是你今天害怕讲电话 你就是真的给他留个言 他也会很快回复你 所以你有任何手机相关的问题 不管你今天是要硬体还是软体 你们都可以直接去问他 然后我个人觉得手机啊 或者是平板电脑等等的 最好都是加保一下APPLE CARE 我觉得最保险 我现在就非常后悔 我iPad没有加保APPLE CARE 不过像我这样子摔坏iPad 也是很少见啦 给大家看一下我iPad 就是我上次真的就是摔倒 大家看到这边就是有个超大的裂痕 就是我那天一样要拍片 然后就把我iPad拿进来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那天就手滑 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我就手滑 那手滑就算了 因为它有装保护壳嘛 没有想到呢 我现在坐的这张椅子它有一个非常尖的一个扶手 它的扶手是90度 然后是金属非常尖 然后它就萤幕向下 然后就撞到那个90度 直角最痛的那个地方 然后它就可以撞成这样 而且这个触控竟然还是没有问题 都还是可以用 然后我那时候打去问啊 然后换这个萤幕好像是要花可能1万吧 然后我就一直想说反正它还可以用 我就继续用 可能哪天就把它拿去修一下吧 不然其实你现在就是手滑去搓它的话 你是可以戳出一些那个玻璃碎屑的 然后还有一件就是大家一直很常问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iPad的这个支架到底是哪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MagSafe的 这个没有业背 就是对这个支架我觉得蛮好用的 就是质感还蛮不错的这样 下一个要来讲的就是最近删除 最近删除就是我们在相簿里面啊 以前如果我们要删掉一些照片什么的 如果你想要清除你手机的一些空间 你就会进到那个最近删除里面 去把你的垃圾桶里清空嘛 例如说我们在垃圾桶里面 我们今天想要把它就是全部一线清空的话 我们以前可能就是要全选什么的 然后再去做删除动作嘛 但是其实它现在iPad 18.5就是多了一个功能 你是进到选择之后 它这边有一个一次全部删除 就是比较快啦 对就是可能少一个步骤这样子 就是望周知 就是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更新 再来下一个我们要提到的是背面清点的功能 这次有做更新喔 背面清点是什么呢 在辅助使用里面 你可以去设定你今天有另外一个新的手势 你可以轻拍你的手机背面 两下或是三下 它就可以执行一些动作 例如说你想要设定截图啊 或是关闭萤幕啊 或是想要打开相机啊 各种功能 你都可以用这种轻拍背面的方式 去把它打开 那要在哪里设定呢 它就是在我们的辅助使用 英文叫Accessibility 中文是辅助使用 里面你去找到触控 触控呢 我们到最下面这边就有一个轻拍背面 点进去你就可以去设定两下跟三下 你分别要设定哪些功能 它里面有超多功能 你可以选择 例如说打开相机啊 截图啊 回到桌面啊 就是任何你可以想到的 基本上在这里都可以设定 你还可以设定捷径喔 就是你今天 设定好捷径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边选择 所以其实 它的范围是真的超级广的 好那假设我们今天呢 想要来设定一个 截图好了 我这样设定完 然后拍背面两下 它就会截图 那这里在28.5呢 它新增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可以出现上面的这个 通知横幅 因为我们之前 其实会有个困扰 就是我们不知道 它到底有没有执行 因为有些动作 它可能 不是立刻会显示 在萤幕上面的一些动作 你就不知道 它到底有没有执行成功嘛 那现在有这个横幅 你就是可以非常确定说 它现在就是有截道图 那你也可以自己在这边选说 你要不要有那个横幅这样子 那我个人之前用下来的心得 就是我觉得 轻拍两下有点太容易误触了 所以就是蛮推荐 大家要用的话 就还是用三下会比较好 就是轻拍三下 那你就可以去执行一些动作 那里面可以执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大家就可以来这边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功能 你就可以把设定成 这样子轻拍背面的选项喔 那我们今天这些新功能 其实就差不多到这边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微小的功能 就是例如说 Apple TV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 买你想要的东西 就是例如说电影啊 你都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买 那这个部分呢 就没办法示范 因为我没有Apple TV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就是iOS 8整个版本 因为接下来iOS 8 应该是不太会有什么新功能加进来了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iOS 8整个大版本 都是着重在AI的新功能 但是比较可惜就是现在 还没有看到繁体中文版本的AI啦 我觉得很麻烦的就是大部分的功能 如果你要去用的话 你就要切到英文 然后你还要去打开AI 唯一我比较常用到的可能会是 相簿里面的修图功能 你就是进到那个编辑啊 它右边有一个清除 那你就可以去修除录人 或是修除一些你不想要的一些物品 那这功能在中文版里面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还OK 就如果你今天是15 Pro啊 然后16全系列 你就是更新到iOS 8之后 就会有这个功能 所以就还行啦 那其他功能其实我都用不太到 为什么 就是现在iOS 8 我们之前不是讲了超多AI的功能吗 就是例如说TRAGPT啊 然后可以深涂啊什么的 这些功能其实在其他的App 或者是大部分我都是用电脑版 然后效果呢 都比iPhone自己本身的还要好 又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唯一一个我觉得 可能会比较实用的功能 就是这个修图呢 它修的也没有比美图秀秀好 我直接贴在萤幕上面给大家看 就是我这次出去玩 然后我想要把路人修掉 然后一张呢是美图秀秀秀的 然后一张呢是iPhone修的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就是真的就是美图秀秀赢了 那这样子就你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动机 去使用iPhone自己本身的功能嘛 那除了修图之外呢 我平常最常用的AI就是TRAGPT 然后Gemini 那这两个功能就是它都有自己的App 又或者是我在电脑上面 就是直接用网页版 那如果今天要深涂的话 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iPhone 自己现在有那个Image Playground啊 就是这个影像乐园 对它也是要切到英文才可以开始用 大家看这个深涂的品质 你就是会觉得TRAGPT 升得比它好100倍嘛对不对 你就没有什么动机去使用它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任何功能 嗯在这上面都好像 都没有什么竞争力 那我觉得唯一可能大家会用到的情况 就是你今天完全没有在碰任何AI 或者是你很少用AI 然后因为iPhone上面的AI 它现在都是免费的 所以就是不用白不用 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说 他们其实非常急着想要把 聪明版加入AI的那个Siri做出来 因为现在Siri 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 然后AI转型这件事情迟早是要发生的 然后Siri变成 好像他们的一线生机那种感觉 那就也蛮期待说之后 嗯Siri会用怎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现在是知道说最快是明年 这个新的Siri会推出最快 那有可能会是明年 又可能是后年 就对我们现在这批新买iPhone的使用者来说 会有一点可惜啦 就是好像AI也没有跟别的厂商比起来 也没有什么竞争力 然后最吸引人的Siri 你还要再等一两年 那到时候你的手机也变旧了 那还有一个消息就是iPhone17会推出一个新的型号 叫做iPhone17 Air 那那个Air现在看起来其实非常的吸引人 因为它就是变得非常的薄 然后后面就是会只有一颗镜头 然后它整个外观会大改 会变得有一点像Pixel 如果有推出一定是会买来开箱给大家看 而且我觉得那个紫色非常好看 所以就我还蛮期待那一支手机的 那接下来讲到就是这一版iOS 8.5 我有没有觉得说错误很多啊 或者是电量的表现怎样 我自己觉得电量呢它的表现一直都没有到非常好 就像刚刚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吧 它就从30几%现在掉到67 就它的电量就真的没有到很好了 我大概是一天一重 至于有没有出现一些bug之类的 目前是没有观察到 都还OK啦 就是没有出现什么错误啊 或是闪跳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发现什么错误之类的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讨论 好那我们今天的iOS 8.5的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 这一版呢是真的没有什么大更新 都是一些小小的错误修复或者是功能新增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就是以iOS 19为重新了 因为iOS 19再过一个月就要推出了 也不是推出啦就是发表 然后到时候就是会有测试版 我们就会直接实测给大家看说 它第一版的测试版里面有哪些新东西 因为这一次据说它的界面是会大改 就是我们上次在iOS 19的那部影片里面有讲到它那个APP 可能会改变形状 那变成什么形状我们现在就还不知道 然后整体呢它的界面可能会变得比较通透啊 比较空灵感的那种那种感觉 所以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的 大家会期待iOS 19吗 或者是你觉得嗯 目前看起来都还好吗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 如果有任何新资讯或者是iOS 19出来的话 我也会赶快来做影片来给大家介绍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